国产红旗N701对比美国凯迪拉克野兽 气质上轻松拿捏 那如此霸气的中国骄傲又是如何运到美国的呢 大家好 我是锦鸣 本期话题 红旗N701 今年我国领导人访美期间 在美国旧金山菲洛里庄园门前 美国总统拜登对这辆插着五星红旗的黑色轿车发出称赞 这辆黑色长款轿车与美国总统作家凯迪拉克野兽并排停放 气质上丝毫不逊色凯迪拉克 而这辆车就是被称为我国国车的红旗N701 红旗N701初始亮相时就被国人当作是国产豪车的天花板 亮相在老美面前更是中国汽车工业一张耀眼的名片 红旗N701车身端庄大气却不失现代化造型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鼠旗复古型车头 以及车基盖上红旗标志性的红色灌装设计 就连见卦豪车的美国总统拜登看了都直说很酷 在国际政治会谈上 领导人的专属座驾及车队能够从本土运往另一个国家 需要先前人员在出发之前就上报出行保障方案 制定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将专用交通工具提前送达出行国家 中美两国之间距离有一万多公里 中间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按照惯有的陆运空运和海运三种运输方式 率先可以排除的就是陆运了 显带不方便且出行时间冗长 存在的风险系数也较高 因此不做考虑 其次便是海运和空运了 两种运输方式都要可能 但从安全性和保密上来看 空运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通过外交渠道率先抵达的红旗N701 会对行程路线进行提前踩点 实际勘察确保万无一失 根据美国旧金山华侨透露的消息 此次访美行程不光有红旗N701 还有红旗SUV 红旗MPV陪同出行 一般国事访问各国领导人通常都是自带坐下 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彰显国家身份 体现领导人的尊贵身份和地位 主要还是出于安全考虑 国外潜在危险因素较高 所以领导人的作家基本都配有防弹防暴的装置 由于红旗N701的保密性较高 因此关于它的防暴程度还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通过此次中美会谈 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红旗N701 凭实力系列一部分 成为一张崭新的中国名片 为什么说红旗N701 庆舍的亮相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彰显 彰显了怎样的中国工业实力 红旗N701是中国一系 耗资5.7人民币打造的全新旗舰轿车 从其不菲的造价 就能看出该车非同寻常 要知道一辆防护配置顶级 设计威严大气的国车 可不是哪个国家想造就能造出来的 即便造了出来 遇到外交访问 也可能会因运输问题 无法运送到另一个国家 只能留在本国 孤方自赏 关于各国领导人国车运送这件事 就算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联合国五强之一的法国也很难办到 早在今年上半年法国总统马卡龙访华期间 就没有从本国运送专属作家 而是乘坐我国的红旗L5国兵车 从机场所拍摄的画面来看 马卡龙从出仓门的那一刻 路面上有序停放的红旗国兵车 就已经霸气侧漏了 而选用红旗汽车作为此次行程的交通工具 也说明了中国汽车工业实力强劲 国内车圈一直流传这么一句话 不怕奔驰和奥迪 就怕红旗差国企 红旗N701气度恢弘 尽显大国风范 光是停放在那里就自带大老鼠心 车头偏方正且厚重 据说设计就是源自于 中国传统神话中的龙的形象 配合直铺式的中网设计 整体观感上 威严却不失儒雅 复古又不失现代化 当然作为一辆国车 红旗N701车上最重要的动力系统 也几乎由我国完全自言 该车搭载一台6.0升V12发动机 最高速度可达一小时200公里 这样的速度绝对是自身实力的展现 此外 悬挂系统和刹车系统都经过精密调教 因此在行驶过程中 汽车能够保持稳定运行 精密的防护材料也体现了汽车的安全性 国产红旗N701轿车在美国的意外破圈 张响了我国汽车制造工业 正向着高端化买进 展现的是中国日益成熟的工业制造技术 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 红旗N701作为一款国车 由于造价昂贵 加上高端精密的配置材料 所以粘产量较少 我们对它的详细情况了解 也比较有限 但红国此次防美之旅 红旗N701也算给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就是中国制造到哪去都不会输